他是孙悟空,一个神党杀神的存在,而此刻他要面对三座如来今生,宿命的大手似乎要再次落下,把他桀骜的野性完全抹杀。 他变身巨猿吞下师父三藏,在淘天巨浪中直面曾经了宿敌。 而这一切的开始要从一路穷游的师徒四人说起,由于没有一技之长,他们只能折服在一个杂耍班子混饭吃。 但他们的表演太过善而不疑,把怀里的小孩吓得哇哇地哭了起来。 班主早就想赶走他们,而三藏为了留住饭碗,让悟空出面救场。 结果,顽劣的猴头受不了三藏,慈爱的教育方式差点让整个杂耍班子无家可归。 班主带领众人苦苦哀求他们离开。 露宿山翼的三藏怒火中烧,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叫唤悟空。 而忌惮如来神掌的妖网,任凭师傅打骂,也不敢表现出半点不满。 这边,深宅大院中,三个道士被请来捉腰。 年轻貌美的妈妈带着年老色帅的女儿一起照顾发疯的母亲。 这让道士感动不已。 道士拿出八卦镜。 想帮老人驱散后生的结膜。 可被罩的老人安然无恙。 以貌取人的道士们迅速锁定两个枯萎的花孤朵,而结果却依然没有反应。 此时,唯一漂亮的女主人在一阵肃骨声中露出了真面目。 试图几人路过此地想逃口水喝,被一群艳丽女子盛情款待。 饭桌上,悟空早已看出了,这满屋的美女都是蜘蛛精随便。 女妖不停施展魅术迷惑师徒四人,八戒春心荡漾,变成美男跟妖女搭讪。 而三藏出于感激想要帮她们免费驱魔。 这女妖狡猾诡诈,装作对妖魔之士一无所知。 宋悟空跑到女妖面前恐吓对方,想激怒女妖,显出原形。 而肉眼凡胎的三藏,并不知道女妖身份,又要赶走徒弟,来好好享受仓后时光。 而女妖们不肯善罢甘休,随即显出原形,捕出猪网,困住了三藏。 宋悟空伸出手臂,蜘蛛精从不同方向射出猪网,把三藏越拉越紧。 宋悟空腾空而起,单手抓起猪丝,一把把妖怪逃出屋外。 沙僧换来,降魔杖,发水为兵,撒向蜘蛛精。 蜘蛛精冲到屋外,高高跳起扑了过来。 沙僧丢出降魔杖,叫碎诸身人形。 蜘蛛精喷出的毒液被沙僧吸进嘴里,又连汤带饭地重新吐了回去。 这可把蜘蛛精恶心坏了,他张开,挂满道次的嘴就要下口。 小魔杖在第一时间飞回,瞬间打碎了蜘蛛的脑壳。 此时,地面塌陷出一个大洞。 洞底原来是蜘蛛精巢穴。 师徒来到地下,三藏看到小蜘蛛后,写了感化之心,追着蜘蛛就要强行超度。 而无数小蜘蛛聚集在一起,合成一个庞然大物。 宋悟空一个横冲,一把扯出妖精的脖子。 还没等三藏开口感化,就被悟空一拳打碎的脑袋。 扯起长博挥舞起来,把只中间庞大的身体摔成了青烟。 到了晚上,土地三人抱怨起被三藏的不满,正好被三藏撞倒。 三藏一个人来到悬崖边对着月亮倾诉,因为生病没法发生。 如来神掌也一直不灵,再这样下去,怕是支撑不了多久。 而这一切被躲在边上的八戒听了个正着。 回来的路上,悟空已经等待半路。 得知一切的悟空早就想出这口恶气。 本来就没底气的三藏一路逃命,跌到了山谷中的树叉上。 悟空追上时,三藏已经掐在树叉间不能动他。 悟空刚想棍棒伺候,几刀白光穿过云层,罩在了他们身上。 悟空感觉不妙,说这一切都是误会,匆匆离开。 回来的悟空,对着八戒面门就是一顿拳脚。 他们途经比丘国,刚一进城,国师就赶来为他们接风。 在施展了一整套人为特效后,国师带几人来到皇宫。 而眼前国王只有三岁心智,整个宫宴被玩心过剩的他,给布置成了大型游乐园。 国王质疑一行人的驱魔本领,让三藏耍两下注注信。 半瓶子不满的三藏只好贴上听话符,有悟空在幕后带着他演出。 而在一通上天入地的乱窜后,三藏不受控制地伸手给了国王一个大嘴巴子。 国师见状,一边安抚国王,一边催促几人快快上路,免得惹来杀身之火。 经过一番退心置腹的交谈,师徒二人忠于兵释前嫌。 而悟空也已经看出,这疯癫的国王十分诡异。 他们再次返回,三藏想让悟空来点真本事,挽回驱魔人的招牌。 谁承想悟空一个闪身,出现在国王面前,张嘴就让他打自己。 这把国王整得一脸盲逼。 而悟空上来就是一巴掌,国王怒火中烧,奋力扇了回去。 两人这样一来一回,却把国王打得疯狂起来。 他鼓起同红的小脸喷出烈焰,避退损悟空,浓烟散去,贾国王已露出真身。 原来这个蓬克风的机器人就是红海尔。 红海尔四肢并用拉舍出惊人的弹地,向从悟空发起进攻,却被悟空夹在怀里一顿包锤。 红海尔蜷缩身体,浑身吐起尖刺,孙悟空震颤身体,把小丝球给弹了出去。 红海尔亮出,试验撤金轮,一时间狂风大作,躲起来的试图几人全部被撤了起来。 金轮把悟空推出殿外,红海尔离金轮之间,记住风势,记出三位真火,刹那间火海冲天,千斤万马从火海中奔腾而出。 孙悟空用金箍棒施发打出屏障,但没一块屏障就被脱灵虫得粉碎。 凋落中的悟空甩出金箍棒,棒子在旋转的作用下顶起整个滑盖,暂时抵挡了汹涌的火势。 跌入地底的悟空这才认真起来。 他从背后伸展出四面大起,山摇地洞间,皇宫被拖起数米高。 再次出场的孙悟空直面火海,转动大起卷起巨大的风势,把奋勇而来的烈焰尽速吹散。 再从眼中祭出火精,只一击就把红寒尔打落在地。 沙僧跃出水面,吐出冰晶,把红寒尔吹成冰块。 而这次唐僧也如愿以偿,用乾坤袋收复了红寒尔,把幻化的布偶交给了国师保管。 被击穿的大殿下,真正的国王被困了一面。 国王为了感谢三藏,叫来后宫嘉丽,共三藏挑选,想借此机会送走几个夺命红颜。 而三藏以出家人为由,拒绝了国王的美丽。 此时人群中走出一个美女,化名为小善。 印国王要求线无一曲,给高僧进行。 从小善轻柔的五步间,三藏看到了段小姐的身影,一时间时空交错, 让三藏对眼睛的女子多了一些微妙的倾诉。 三藏离开后,远远眺望王城,最终还是折返回轰殿,带回了小善。 三藏与小善打情骂俏,取经的路上砸满了狗粮, 而悟空察觉出了阴影,想在大家的面前戳穿小善的阴谋。 可赵妖精失了笑,连滴上去的血液都毫无反应。 而小善为了自证清白,说要带一行人到河谷村看看他的家人。 看着这一家人老少同堂,三藏完全放下了戒备, 而悟空确信这里的人全都是妖精。 看着冲往部门的三藏,宋悟空一怒之下, 就要杀了这家老少,逼迫妖精就范。 而三藏也在此时说出了两人之间无法释怀的溯源。 悟空悲愤交加,是与三藏恩断一绝。 趁三藏带小善外出时,杀光了全村的男女老少。 三藏挡在小善面前,被悟空棍棒相加, 看着不及性命救自己的三藏。 小善终于承认自己是白骨所化的妖精, 而悟空并没有停手的意思。 他化身诗远,一口将三藏吞下。 一路攀爬,跳上村外的一座山顶。 而此刻,幕后主使, 才在缓缓升起的山势中现身。 九宫真人同红环尔再次出现, 他扬言要把齐天大圣当作宠物扬起来。 悟空一声怒吼,真非两人, 而九宫同样一嗓子,山势俱碎。 八戒和沙僧一个没稳住, 被一起吹飞。 九宫轻面地嘲讽起, 仰王宋悟空也不过如此, 而悟空这才吐出满身口水的三藏。 原来这一切都是师徒将计究计, 设的一个局, 为的就是引出幕后黑手。 九宫判出红环尔迎战, 八戒一击背爬, 掀起伴坐小山, 打向红环尔。 小山被红环尔的火灵珠瞬间击碎, 而河中的沙僧放出冰蛇, 又一次把小屁孩冻成了冰疙瘩。 九宫一掌排山倒海, 把八戒和沙僧打落山间。 这边悟空把三藏塞进耳朵, 九宫召唤出如来金身, 从彻天巨浪中做起, 悟空掏出硬害神针, 瞬间巨浪倾倒。 海潮中再次做起两尊佛像, 分别是代表了不同元素, 三元素神像同时发力, 困住了孙悟空, 而危急关头, 三藏再次打出如来神掌。 在璀璨星雨间传来佛祖的声音, 原来九宫真人是佛祖身边的九童金雕所画, 因为被如来重视, 便撕下反肩, 说完佛祖便将金雕输了回去, 这边小善的身体也慢慢化为白骨, 气息越来越虚弱, 因为魔性太重, 已经无法救治, 只能度化向善重新投胎, 而临死前的小善也知道, 在三藏的心中已经容不下第二个人, 他含泪化为萤火在空中飞赛, 最后师徒四人再次踏上了心形之路, 本期互动话题, 测试你长得像西游记中的谁, 手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, 选中图片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。